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要吃台味十足的宋娃尖吗 不用到夜市排队 我们在家里自己做 透过摆盘的装点 路边餐就变成了精致餐点了 美术老师退休的郭淑敬 喜好一切美的事物 认为料理也是一种视觉艺术 利用食物的原味色泽的搭配 创造出让人第一眼就爱上的美味料理 现在新书派健康对来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做菜 就像是在做美术一样的 淑敬师姐 师姐您好 淑敬师姐好 各位好 刚才淑敬师姐提醒我了 好久以前 我们在大爱台 有一个现场Live的节目 叫做大爱亲子宝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阿明 然后你来教我们做版画 那时候是现场直播的 所以说一晃这么多年 七八年了 八年多了 那么这个八年多的时间 你居然做香机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你是做 就是好像书画这方面的 没有 很多事情都做 都做 对 那现在是转到香机组这边来 人文真善美啦 对啊 明天是人文真善美啊 人文真善美是就是 这个不管是摄影啦 采访啦 然后这个做企画每边啊 怎么会 喜欢做香机就是 是 好好好 我们今天就看这位美术老师 怎么样做香机 那请问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树鹅阿筋 哎呦 树鹅阿筋喔 对啊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这个苏鹅阿筋如何变成一幅画 好不好 那先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啊 苏鹅阿筋 材料有 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基本材料 对不对 首先要做树鹅阿 首先就是树鹅阿 好你需要什么您跟我说 树鹅阿就是这个 好 我们用草菇来做树鹅阿 OK 然后呢 那草菇呢 因为草菇喔 它如果当天买到 一定要烫过 隔天才可以用 你如果隔天的话 它会烂烂的 所以它一定要新鲜 买新鲜的回来 我去整包丢在冰箱 不行 第二天要拿出来煮 水水的 我的妈呀 整包好像就好像那个已经全部都快化成水一样 都软软 都还软软烂烂 然后那个一包水都黑黑的 对 那就不能吃了 味道就变了 对啊 那是就是说买来不是还硬硬的吗 很有弹性 那时候就要烫起来 过水烫 烫多久 烫一下一下就好 就是过一下热水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再把它冰起来 放凉冰 冰起来冰冰箱就好 一定要这样处理 是 好 然后这个就是拿弄起来的 对 每一个炒菇可以对拌这样子切 我做这个树鹅仔就是 因为看到很多师姐 她喜欢吃台湾小吃 每次到夜市去就说 来一个粉煎 来一个蛋煎 不要我啊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研究这个树鹅仔煎 干脆自己来做 那就可以吃到 吃到台湾小吃 好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那种 就是好像素蚝蛙煎的小吃 有在卖 对 可是呢 因为用这个做成本高 所以她只有用粉 对对对 她只有用粉 她只有用粉调海苔 就炸 炸了就这样这样 泳泳 我没有吃过耶 我有吃过 感觉上 感觉上自己还蛮可怜的 是 那但是呢 因为没办法人家小吃店 我们也要善解 对对对 因为他们要成本嘛 那我们就自己在家做好了 好不好 自己做很好 那现在就是把这个切碎的 切 切碎碎的 增加香气的 好 我们这样就够了 好 一人份这样就够了 好 那这个我们也是要放一个销 然后我要 好 我继续做 好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旁边的青菜 这个一定要配小白菜 童蒿 现在有童蒿也可以 对 童蒿也很好吃 我记得小时候都吃到童蒿 对 那现在童蒿好像 感觉上比较少 还是比较贵吧 要看季节 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刚好有童蒿 对 所以大家买童蒿 其实也非常要小心 因为童蒿 为了要保住 因为它现在经济价值比较高 它算是比较贵的菜 对 有的时候农药下的比较多 是 所以吃童蒿可千万千万要清洗干净 而且我怕来这里童蒿煎一煎太过火 不好看 所以我用小白菜 童蒿只是味道好 但是卖相不好 卖相不好 对 好 那我们这个就好了 好 那要来处理什么 素芽仔煎最重要的就是粉 汁的地瓜粉 三大匙地瓜粉 一大匙就是三份一份 这样一份的日本太白粉 要日本太白粉 好 然后把它混合了 好 然后加 一杯水 好 来 这个是凉杯吗 是 就用凉杯 就差不多一碗 要满满一杯吗 差不多一杯 不用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哦 调得稀稀的是不是 对 调得稀稀的 对 调得稀稀的 通常我们做这个 常常怕它太稀 所以不敢调水 是 不敢调太多水 其实它要 有时候要调稀稀的 这个感觉还满多水耶 对啊 真的不会太过 有时候会忘记耶 什么意思 我不是专门的香肌 所以我有时候会忘记它的比例 所以 所以 但是 你在试的时候 要再试试看 你知道吗 画画没有算比例 对啊 画画 不是 它是画面黄金比例 它没有算说哪个颜料 颜料不能算比例 再试看 那是用feel 对 那现在烧菜也是用这个feel 这样可以 这个feel可以了 不过我这是 确定的比例 确定的 大家记得 好 这个它是确定的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火了 好 那我来帮你开火 那我们是要用小火还是中火 中火 中火就好 好 那我们下一点油 也不用太多 学起来了 大家真的好好地学起来 真的学起来可以做点 这个小生意 其实 如果说素的小吃 做得好 然后再加上 它这些东西材料又舍得放 其实一般人不会太计较它的价钱 对不对 其实我要监视 我们台湾小吃里面很热门的 特有的 其他国家没有 对 大陆没有 然后主会的时候 我如果监一大盘去 一下就吃光了 吃光 对 对 很多老外来台湾 他那个是非常特有的小吃 对 日本人还吃不惯 所以他那个狗狗咧咧咧 好 那我们就可以下材料了 我先把这个炒菇先 下去 不一样耶 下去 跟一般的做法真的不太一样 到目前为止 我这个比较简单 他们还要做成什么 一球一球的素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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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用耶 等一下你吃吃看就知道 放点香菜 它煎出来会绿绿的 比较好看 真的不太一样 也比较香 真的做法 是跟我们其他的人做的不太一样喔 我们这个节目是有做过素啊 有喔 有 而且我们的香肌啊 很多区的香肌有做 很奇妙的就是 还真的都没有相同的 是喔 每个人的做法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这个好像看起来更简单 那我这个粉要调匀 因为地瓜粉是一粒一粒的 要把它调匀 要等火够大了 要大火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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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 真的这个比较稀耶 比我们看过的都稀 喔 这个时候大火还是小火 欸 可以大 大一点点 OK 喔 这么稀它会变成黏起来 会 很快耶 它会黏起来的 很快很快 你看 我还以为说 它搞不好会煮很久 结果它现在你看很快就已经 确实这个本钱会比较够 比较厚 那你觉得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加一点 不够厚的话 还可以再加一点 真的喔 对 然后再过来要加 对关键的一样东西 对 就是这个 海苔 对 要有海味 海味 对 我们一般的做的素 就是会把什么粉跟海苔 对 泡抓抓抓做成一球一球 还要去炸 炸完以后变成了素 然后才会这样子 那也有用那个什么 炒过去裹粉这样 对 好 你这个太 我这个太简单了 好便耶 这个是随时要吃就有 对耶 然后我把它撒上去 其实我们也是 把料理要那么简单一点 对 现代人嘛 是 简单 当然有时间 又要好吃 对 如果你有时间做点功夫菜 就OK 火太大了 好 好 这个火 现在就不要太大了 中火 中火 小一点 好 中小火 然后我加个蛋 不吃蛋的人就不要加蛋 是 现在表面凝固了 对 那我加一个蛋 但是加在这个上面 这样子隔了一层 它会熟 它就成型了 然后翻过来 再把它煎熟 对 好有趣喔 很香喔 已经很香了 有 有 因为它那个炒菇的香气 还有那个海苔的香气 对 香香的 真的喔 真的耶 你来闻一闻 我们的观众们 每次说看到我在吃 然后再看到我在那边闻 他们就会说 正确喔 很好闻 好了 我们可以摆盘 可以摆盘 然后再调酱料 好 好我们现在 你要说什么 清菜 等一下啦 我们刚刚忘记放清菜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清菜放一点点 这一下就好了 对 其实也是可以在那个什么 我要煎熟了就可以 对 很好玩耶 其实 我刚才讲 我们有些观众朋友说 有笑 看到我们 那个有的时候 做到有点凸翅 他们也觉得很好笑 我昨天在家里做 就是忘了放 就是凸翅 你昨天在家就是忘了放清菜 是不是 对 那很正常 所以到今天忘记是应该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盛盘了吗 好 来 你们大家看到没有 美术老师就是美术老师 然后把它放这边 你看美术老师做的蚵仔煎 有看到吗 一点点青菜 对啊 摆一下 你看 我还要煮酱汁 对 对 来 你需要什么 水 两杯水 来 来 两杯 对 其实 一人份一杯大概也够了 其实这样子可以 对 酱汁有空多足一点放着 对不对 好啊 可以可以可以 它可以放凉的吃 是啊 对 除了沾这个沾粽子也可以对不对 对 好 这个叫做百味酱汁 对 对 其实 娃娃煎是那个台式小吃 台式的 所以那个酱汁也要做得很台才行 粽子啊 那个树丸啊 对 对 融合糕也可以啊 对啊 都算是满台的小吃 好 花贵也可以 对 然后 一颗 糯米粉 糯米粉 糯米粉调得浓浓的 嗯 调稀稀的 也是调稀稀的 是用糯米粉做这样做 对 不是用太白粉 因为糯米粉它不会回水 就是不会 太白粉它会回水 对 太白粉如果调得够芡 它凉了以后 它就感觉到会 会有水分淘出来 这个不会 所以用这个糯米粉来做 它就会保持都是这样浓稠的对不对 我们在南部叫它叫米酱 就是米酱 米酱 米酱 对 那除了糯米粉 其他的粉料也可以吗 其实如果现吃都还OK 都还OK 就是要放的话 要放的话糯米粉 好 而且糯米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 香气 对 是不是 它有糯米的味道 它跟那个太白粉不一样 太白粉比较缺乏那样子的味道 这个时间我们来做一点 酱油用的那个 酱油用的 香菜 好 香菜梗 它的香气比较够 所以我只用香菜梗 一点点叶子 可以叶子也可以 一点点叶子 我只是把它剁碎碎的 对 然后 把它放这边 就直接先放下去了 然后这个叫蛋酱油 好特别 叫蛋酱油 哈 我就放这边 蛋酱油的 这是一份的 一种 不是 不要一个人吃太香 我只是给大家这样沾着用 就是要吃的时候的酱油 对 好 这跟太白粉一样慢慢勾芡 好 用肉米粉记得 对 以后大家就用糯米粉 西餐有那个白酱 这个就是台湾的白酱 台式白酱 台式白酱 如果要台又缺一味的 你知道吗 缺那个白胡椒 哦 对 对 勾芡的 都要黑酱和白胡椒 这就是我们台味啊 对 可是 这个糯米粉勾芡的 跟那个什么 太白粉勾芡出来 颜色都不一样 对 然后再来怎么办 我要加点酱油膏 哦 是鲜 是鲜 勾芡才加 对 加点酱油膏 不一样耶 我们 我们那种传统的想法 就可能你水开啦 加酱油膏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番茄酱辣酱 最后才勾芡 这个 你刚好相反耶 这有道理吗 都可以耶 我觉得都可以耶 就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对 这都可以 哦 然后酱油膏 颜色不够 我就通通加了 对 好 然后呢 好 这个 是 加点糖 也不用太多 再加点 甜辣酱 加一点甜辣酱 对 加很多一点 让它比较红 我现在要等酱 等酱 我现在已经弄好了 马上好 对 老板娘 酱要多一点 好 酱多一点才好吃 真的 对 我小时候就最爱吃这个酱 所以我也想要做这个 老板娘 这个到底是要加酱 我加上去 好 加到你这里 是吗 然后 这个我现在要来吃一口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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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煎了 喜欢吃酱的人还可以再加 对 这样子 嗯 好吃吗 有那个Fu 有 有 有那个Fu 如果说 这个是甜酱 如果要 对 又要加点酱油 也可以加这样子的酱 对不对 嗯 因为 我都没有加调味 所以这个酱油 可以淋在上头 哎 好吃 要有酱油 嗯 才会好吃 哇 才有味道啦 小姐老师 真的是很棒 感恩你喔 感恩 嗯 做法是 草菇切拌 芹菜切抹 小白菜切小段 将地瓜粉 与日本太白粉 以3比1的比例混合 再加入一碗的水 拌匀成为粉浆 取油锅 草菇炒香 再加入芹菜 淋下粉浆 使其平均布满整个锅面 接着再将海苔 撕成小片下锅 再加入已经打散的蛋液 小白菜 两面煎熟即可盛起 另外取一小锅 加入一杯水煮滚 糯米粉加水调匀 入锅勾芡 再加入酱油糕 白糖 甜辣酱 煮滚之后 淋在素芽芽煎上面 另外再试个人口味 搭配酱油香菜就可以了 这就是淮山面线啊 日本料理店的啊 单纯的食材 在郭淑敬的巧思装点下 成为一盘盘典雅樸实的艺术品 让人一眼看了 就感受到食物的魅力 我觉得美是有穿透力的哦 看起来很好吃 就吃得下 就会很欢喜 大学专攻美术的淑敬 善于打造生活的美 因此承担此季里许多美边的工作 不过刚开始 在制作活动海豹与道具时 它却也面临了许多困境 其实我的专场不是在这里 我的专场是纯美术 就是说有时候接到任务 当然有时候不会做很伤脑筋啊 然后就想办法去克服 有时候活动会有很多 类似同行的吧 就是有一些师兄姐 她们是学设计的 也会教我们很多技巧 每次遇到新的考验 孰敬都努力不懈地 寻求解答与帮助 进而累积经验 再次迎接下一个挑战 施工都自己来才省钱啊 我们募款很辛苦啊 所以这些钱就是只有 输出海报的钱 其他都是自己来 这如果给广告公司做很贵啊 这样就可以了 为了节省经费 淑敬从写海报字体到电脑绘图 空间布置都学着自己动手做 十多年下来 已能独当一面地承担各种工作 甚至去年还接下了 近思人文的阅历制作 你看这个样本 是只剩下这个啊 对 听说只剩下这一本样本了 都已经卖光了 刚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很高兴 但是也很惶恐 因为这个东西一出去的时候 是跟全球分享 我觉得我的构图比较弱 我就拜托我的同学 因为他有在教画 然后平常又画画画得很勤快 所以我请他帮我做这个草稿 以十二种书食为主题的草稿完成后 淑敬再连同先生 女儿和志工们 一起制作版画 虽然每个人都不是专业的版画家 但集结众人的心力 一刀一刀地用心刻画 却也呈现出一种朴着的美 我最喜欢这一张南瓜 因为它构图最圆满 然后笔画什么都很好看 色彩也很好 每当有新的作品诞生 赎尽内心充满了欢喜与感动 这代表着他又成长了一步 而未来他也希望 能将这份感动无限延伸 有一个人讲的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艺术很长 人生很短 但是我可以把它改成说 实际的事情很多 但是人生苦短 你能够完成的事情 就赶快完成 尤其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真的要把握满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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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